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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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陈永信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水牛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要从27年前开始讲起 我那时候在东海大学毕业之后 到金门复役两年 然后呢那时候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我就跑到宜兰去工作 你们各位看得到 那个时候还是暂地的氛围 结果退伍的第三天我就到宜兰去了 那个时候宜兰是一个后山 其实是交通非常不方便 跟现在的宜兰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那时候非常有幸参加了一个团队 叫做相设计集团 而且是在陈定南县长那个时候 开创的这个东山河风景区的整个计划 我从一个小工 小监工开始做起 当然这一段经历我就不多提 它是我在这个事务所工作了将近20年的时间 那在各位照片上面看到的这些团队就是那时候的相集团的工作人员 还有县政府的团队 那这个相集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团队呢 地域建筑集团设计 它是以建筑为核心 但是它是非常宿命 关怀宿命空间 关怀风土 然后以团队合作的方法来创作的一个团队 那这个又讲到更早以前了 就是说 左边的照片上面看到一个先生 他是叫吉板龙镇教授 那右边是一个动物园集团的那个图腾 那动物园集团是由像集团带领 然后有各种以动物为名称的这个团队 他们都是从事创作的 在吉板教授是柯比义先生 就是跟我一样戴个圆圆眼镜的那个先生 柯比义先生可能大家不熟 他是现代建筑三大巨匠之一 所以在这个传承之下 到吉板先生 到他的徒子徒孙这些动物园集团 但是这个动物园集团由像开始 他们遭遇一个困境 就是在1980年的时候 是一个日本的经济崩盘的时代 那这个团队从东京出走 他们反而去 另外一个思维是往乡村去 所以这个图就看到说 他们从东京到北海道 然后到琉球 甚至到台湾 他们逆向思考去往这个乡土的地方 往旷野地方走 反而是开枝善业 那比如说往北海道这个团队呢 他们在北海道找到一个废弃的学校 当做他们的事务所 这个学校就是因为少纸化的关系 结果呢 在这个开阔的环境之下 他们倾听土地的声音 反而在设计的领域里面更加地开展 那所以呢 从大象演变成为水牛 在十二年前我来到土沟村 然后用 甚至在七年前我正式开业的时候 我用水牛当这个事务所的名称 也是传承了这一脉这个思维 那大象跟水牛都一样 他们都是慢 可是他们非常的稳定 就是slow but steady 那在那个阶段之下 在那个土沟村民的协助下 我找到一个这么优雅的 那个古厕事务所当我的事务所 这我相信这也是全台唯一的 然后在七年前 我的事务所开幕的那一天 村民一起来参加我的开幕一次 好像是办喜事一样的 那村民也来了 我的家人也来了 那当然这一脉的这个思考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一个 事务所要开在象村 它怎么维生呢 其实有一个更深的思考 我想从象集团得到的一些 移动的过程也好 他们的哲学也好 那我就用这个岛屿建筑石 我不只吃一头水牛 我还是用岛屿这两个字 因为我们在台湾岛 那上面这个图是我的女儿画我 四岁的时候画我的样子 可是我那时候很瘦啊 他们会画一个 其实有道理的 这是一个不倒翁的图像 就是永不放弃的不倒翁 那这张画面是 习德庆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 他画迦南平原的风景 这张也是 所以呢 那个风景其实我在高中时代就看到 其实已经深深映入我的思维里面 所以我来到土沟 一样的是要寻找这个失落的风景 那这个风景就是土沟看得到的风景 那这个风景也是我在北部 桃园龙潭故乡 看不到的已经消失的风景 我来到了土沟 找到了这么动人的风景 所以呢 这个团队他们从日本 经过琉球到台湾 然后呢在台湾落脚深耕 但这个团队他们还在宜兰工作 只是我自己独立之后 我开始呢就是除了在本岛 加南平原工作之外 我去收集所有岛屿的作品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的事务所的作品 有金门的 有澎湖的 甚至还有马祖的 所以岛好像越来越小 他们从日本是我们大十倍的国土 到台湾这个岛 到现在还在创作 我又到更小的岛像澎湖金门 那我就勉励自己说 岛好像越来越小 可是我们的梦其实越来越大 那从这个岛屿的思考 我们来再看看我们所生存的那个 那个加南平原 那这个观念就是说 每个聚落好像是一个岛屿 周围的这个田野就好像海洋一样 那这个思维也不是我发明的 有一个这个袁广师的日本 非常有名的建筑师 他做聚落调查的时候一个观念 就是聚落它是一个岛屿 那它因为是封闭的环境 它必须要互相支持 然后它必须避免孤独 又要互相的体会 所以对内是一个完全不设访的一个环境 那我在加南平原开始 做了这么多的这个环境的调查 这就是一个 就是把加南平原的这个院井 四五百个聚落的环境 也倒过了嘉义的六角 那这个就是台南的官田 还有金门的珠山 还有落脚的台南的土沟 那这个观念就是说没有建筑师的建筑 它为什么美 那这个美就是 它是因为千百年来整个修正 没有建筑师 但是它是一个群落 建筑师的角度来看聚落的话 我们是用人类学的精神来探索它 而不是说对单一的聚落做长期的探索 而是从各种探索里面找到它的秩序 那我一次落脚这个土沟 来帮土沟做了一些事情 土沟顾名思义 它是一个村子 它里有一条水沟穿越期间 那它又是在嘉乃平原的中心 那土沟这个地理环境里面 各位如果去过的话 它非常丰富 有皮塘 有水泉 有田野 还有很多漂亮的这个庙宇等等老建筑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风景是在那边勤奋工作的农民 那我利用事务所的力量 帮土沟村利用这个农村再生的机会 做了一个全盘性的一个整体规划 把闲适的空间找到 然后跟居民一起参与 做了一个这样的 我们叫做水水人梦的这个构想的发展图 那水水人梦的计划 其实我进驻这个村子已经超过七年 但是这启动十年 这个过程里面不是说 我们马上进去外人就可以有发想 其实透过了很多的那个扰动 那这个扰动有办了workshop 办了探险队 办了小孩子的这个探索营 更重要的是我把我的以前在象集团 动物园集团里面的这些前辈 从日本请过来透过我的这个关系 拉来普沟村帮他们做水环境的教育 还有这个农村环境的建构 那因为我在台南艺术大学教书 带着学生们做田野调查 爱上这个土沟村 然后用现阶段当然是用艺术的方法 来把整个土沟的环境做的改造 利用农村的提醒 利用这个大地帷幕 用艺术家独特的眼光来诠释这个创作 当然这个我认为是不够的 但艺术创作是一个过程 但是根本的事情还是要把这个农村的环境 把它活化起来 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也做了一件事情 以土锅为基地 我们知道说现在农舍的泛滥非常严重 那如果说我们用贴近这个土地 然后解决农村的问题 用最简单的方法 造成土地负担的方法 来设计一个农村 我们叫幽活稻荷村 这个作品会是什么样子的样貌 同样的我又把我的师傅级的 这个岗村老师 日本的老师 对这个永续环境精彩 很有深刻研究的老师 带到土沟来 那当然在这个土沟村 跟迦南平原做了这么多大地的探索 我们也理解到这个村落的发展 它的过程 它的构造 它的发展 它的限制的因子 还有它的这个自然条件 做了这些研究 从聚落的大尺度的这个纹理的研究 到每一个单一村落的研究 甚至到建筑物的构造的研究 它的构法的研究 它的材料的研究 甚至到它的色彩等等 这样 这些研究的基础告诉我说 其实是办得到的 我们的这个空间 不一定要用外来的元素 我们自己探索 我们自己土地里面 就找得到非常丰富的养分 所以这个计划呢 我们就用以这个为前提 低造价 可是双层屋顶 然后又环保又绿建筑 不会造成任何土地的负担 还可以接纳很多新的创造力 这个图我拿去参加比赛 得到这个空间模影建筑奖的首奖 所以那时候的一百万的创业金就有了 可惜的是 这栋房子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有新人可以来实践 可是我们也说 那就我们自己来 我们从自己事务所的开始 将来有机会自己来盖 那这就是那个 那时候用这个合院的模式 用我们熟悉的与会 我们乡村的地景的元素 做出来的 这个以台南土沟村 特别是土沟村 这样的地方的基础 所设计出来的一个作品 那当然我们会担心说 这个单打独作的时代 那这些在乡村的工作 会不会有持续性的问题 但是我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其实做了很多研究 其实这样子的那个工作模式 建筑事务所维持的模式 不只是我们 在美国 像这个案例叫做 Luro Studio 在阿拉巴马 是有一个老师的团队 有一个教授团队 他带领着他们的研究生 一直到大学生 去做社区改造的事情 那他那时候 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说作为一个建筑师 他所释出的善意 比张请到客人的能力更重要 他的同理心比热忱更有价值 这个我觉得不是在做社会服务里面 看到他的这个作品 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即使用最简单的素材 这个对做设计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作品 那一样的 我也在那个2007年一个演讲里面 听到一个来自德国的建筑师 他也做一样的事情 那他的观念是什么 Building the social process 就是建筑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程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我大老远跑到德国去 去等于是取金 然后也看到他带着年轻人 带着社区的人 把利用他的专业的基础 做了很多服务社区的创作 所以 那当然这个要很非常非常坚实的 研究的精神 还有对这个建筑的构法的基本功 非常严格的人 他的设计的创作的自由度才会展开 那回到土构村来讲的话 土构村过去这么多年的营造 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 当然这个从小小的 从政府提供的资源经费来做 比如说把猪疗改成咖啡 然后把一个小村落 变成一个平安的一个小小的 口袋公园的创作 公共艺术的创作 甚至帮一个磁雕师傅做了一个他的住家 然后牵手路是把整条老的街道的家具 做整个改造 这些活动都是带着村民一起来做的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 乡村作为创业集体这样子的愿景 有没有机会 其实我们台湾现在翻转到整个社会到这个阶段 它的未来我认为是在乡村 尤其是交通建设完备之后 乡村跟这个城市的距离 其实并没有这么遥远 乡村回归运动也方亲为爱 怎么说呢 我的事务所人本来从五个人 最近八个人 去年自动到事务所来报到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 我根本不用登104 就会有年轻人自愿到我事务所来工作 所以这个乡村回归运动 我觉得是一个契机 所以呢 我就在图构称 以我事务所为首的一个团队 开始来建立一个跨领域的社群 所以我在台南艺术大学的毕业的这些学生 他们在图构村做完研究之后 拿到硕士认为 没有回到台北 没有回到其他地方 就在图构创业 所以现在有建筑景观生态公共艺术 甚至工匠 社区文化的团体等等 一个关键就是用陪伴的关系 来做积极参与社会的事情 所以发现是创造的段序 那这句话呢 是我的向设计集团的创办人讲的话 所以这些土地的发现 倾听土地的声音做深刻的研究 只为了创作而展开 可是呢 有趣的事情是 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建筑师 叫做伊姆斯他也讲过 创新是最后的手段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 你用创新为民而造成这样子的伤害 会比其他的借款还多 这看起来好像是相互矛盾的事情 其实是一件事情 你的创作的自由 还是要建立在你对土地的认知 对环境的认知的练习上面 所以过去的这三年来 土沟的社区营造 到从十几年前开始一点一滴 一滴建立共识到理解 到带着村民一起来做 做了很多艺术创作 那累积在从前年开始 把这些工作的累积 我们办了一个活动 叫做农村美术馆 以整个村当美术馆 它是全台湾最大的美术馆 因为它有一百多公顷 但是这个活动 从前年开始就造成热潮 去年延续又办了很多类似的活动 而且一个关键是 这些活动都是自主 我们用非常少的政府的资源 用民间企业募款 用我们社区的人力的投注 还有学校的资源 所以今年又办了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会延续到四月份为止 欢迎大家都去看 我们师傅所今天提供的一个作品 也很有趣 我们用盖了一个厕所 可是看不出来这个是厕所 这是我们的 像这个年轻人 他是来自英国的 自动到事务所来报道 他也不知道从哪个网路找到 他是学家具设计的人 他就当我们的工头 带着学生 我们一起做 这个是我 我也参与下去 一起工作 用木造的方法 用轻巧的方法 替土沟村 我们的今年度这个事务所的一个创作 它是我那时候做设计的草图 然后完成了 各位很难想象这是一栋厕所 是不是 纯粹是一个厕所又太简单了 所以我把它扩大 变成一个gallery 所以这个作品叫做 toilet gallery 所以呢 用乡村的素材 用传统的素材 用对传统的认知 可是我们做最有前卫 最有创造力的事情 而且这些设施都是提供给社区无常服务 然后里面的空间就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场所 这样子的探索的过程 只是一个小小的案例 所以我也鼓励所有我们事务所的年轻人 能够跟我一样 我们到乡村来 我发工给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当作种子 不一定要到大住室 不一定要到非常fancy的地方工作 反而是在自己的乡村自己的基地 才是最大的养分 在这个养分下面 你得到充分的自由 那这样子的观念 我是希望说 也能够传承到今天来的各位的年轻人身上 台南真是一个好地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